各位大家好 我是立法會九龍西候選人葉澳東 九龍西是一個相對老化的社區 我們不少的居民都面對樓宇管理和維修的疑難 作為油尖旺區議員的我 過去幾年一直協助我們舊區的居民 做好大廈管理和維修的工作 期望在今次立法會選舉 我們可以繼續得到你的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一個務實工作的團隊 支持我們民建聯的團隊 多謝 各位大家好 我是今屆立法會九龍西候選人鄭榮遜 作為深水埗區的區議員 我們很希望憑著我們多年在地區工作的經驗 憑著我們了解居民的聲音 將大家的聲音帶進立法會 而作為民建聯教育事務副發熱忍 我亦都很希望和大家積極努力 爭取更加優化的教育政策 包括和大家一起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 和減輕家長對於書保費的負擔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我們的工作 多謝大家 各位大家好 我是民建聯立法會的候選人陳偉明 一直以來我都是非常之關注公屋重建 公屋管理 以及發展規劃的事項 亦都是向政府不斷要求 可以早日提供更多公屋土地供應 以及盡快進行復建居屋 未來的日子 我們會管住人人安居樂業的精神 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 為大家創造一個更美好的居住環境 請支持我們民建聯蔣帝雲的團隊 多謝各位 大家好 我是立法會九龍西民建聯的候選人林森蓮 我們一直關注九龍西的交通問題 未來在區內 有多項的交通基建工程展開 包括了沙中線 潘塘線延線 中九龍幹線 港深高速撇路等等 相信可以解決我們區內 長期出現的交通擠塞問題 令到本區的交通更能用貫通四周 方便居民出入 我們希望藉著交通建設 改善我們區內的交通網絡 藉此希望可以令到我們的新舊區 發展和融合 各位九龍西的選民 大家好 我是立法會九龍西的候選人 亦都是民建聯的副主席 蔣麗韻 我自小已經受到我父母的分圖 本著取資社會 用資社會精神 所以這幾年我都經常下區 為地區的市民服務 近期我去得比較多的地方 我就是九龍西 我和我們李慧琼議員 還有我們地區的兄弟 一起經常下區 我們聆聽市民的需求 亦都希望為民生 我們多做事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 未來九龍西 亦都很多大型的工程會上馬 其實這些都可以為我們九龍西 帶來很多機遇 包括我們持續的經濟發展 和居民的就業機會 我希望和我們的團隊 繼續能夠為九龍西的居民服務 請支持我蔣麗雲團隊 相信我 為香港 為九龍西 我會用心做